爹 我回来了 爹 怎么了 爹 瞧您那样 我马上要成亲了 您 您咋不高兴啊 行贺啊 爹该怎么跟你说的 咋听了 爹 总之啊 爹确实对不住你 你也别生你弟弟气 这看情这东西啊 真的勉强无德 爹 你说啥呢 爹 这是不是认错了 怎么是星辰和一朵的名字啊 应该写 刘星河和好一朵才对啊 爹没告诉我 是星辰和一朵要结婚 不不不 爹 你是不是开玩笑呢 这板上钉钉的事是我 星河跟一朵 不是星辰跟一朵 你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星辰和一朵 我还没搞错 是我跟星辰要结婚的 一朵 连你也骗我 没骗你 本来想过一朵 在告诉你的啊 可是 我肚子等不了 你们这个是一朵 上帝 你獲得不得不得啊 你 enfojon 你 你受得不得不得,"我肚子看你 你我们得不得不得了 你愿意 你弟弟的气呢 你自己做的业 你自己给你哥说 一朵 我们先出去 让他们哥俩好好聊聊 星鹅哥 星鹅哥 是我先喜欢星辰哥的 你要怪就怪我 不要怪他 一朵 等我爸先出去 哥 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喜欢一朵 所以你现在心里狠 我们也只是一时冲动 才犯下的错误 我也不想他 我真的希望 娶她的是你 我娶她 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一朵她喜欢的人是你 只有你才能给她幸福 不管你是冲动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作为男人 你就应该对她负责 哥 一去负责 那你要毁了我的一辈子吗 难道你要毁了一朵一辈子吗 难道你要毁了一朵一辈子吗 大京城的第一天开始 大京城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想带着她和一朵去看星星 你 现在也看不成 也好 那我就把她送给你 就当是你们的结婚礼物吧 哥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一朵不是那个陪你看星星看月亮的姑娘 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不喜欢你吗 因为她和城里的姑娘一样 想要有钱 有车开有房租 你胡说 一朵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一朵她就是喜欢你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哥 你太傻了 你什么都不懂 你说得对 我是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求求你 求求你好好珍惜她好不好 你好好地对她好不好 我答应给她结婚 是因为她有我的孩子 能不能珍惜她 看情况 你不能这么说话 你不能这么说话 那又不是你娶她呀 你不能这么说话 你不能这么说话 她不能激动 你不能这么说话 我想必须是她的 你不能这么说话 你不能这么说话 你还能最为她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怎么怎么说话 你怎么这么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